中国古镇里的美国人餐厅 秋天来了 树叶黄了 天气晴朗 我和朋友决定去郊游 听说大理古城附近 有一个叫做喜洲的古镇 那里有古老的房子 金黄的稻田 稻田旁边还有很棒的咖啡厅 我们在大理古城门口 搭乘了公交车 大概三十分钟后 到达了喜洲古镇 我们先去稻田拍照 蓝蓝的天空 白白的云彩 金黄的稻田 和远处的青山连成一片 真的非常漂亮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很快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 我们向古镇走去 喜洲古镇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老的街道 中国传统特色的房子 还有好吃的食物 都吸引了很多来自 国内和国外的游客 我们走到一座 很美丽 并且很传统的房子前面 发现这里是一个餐厅 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想要在这里吃饭 餐厅的名字叫做花园餐厅 是在一座有上百年历史的 老房子的院子里 院子里有喷泉、花、大树 所以它叫花园餐厅 我们点了一些本地的特色菜 在和服务员聊天的时候 发现 原来这家餐厅的主人 是一个美国人 十几年前 他来到这里旅行 很喜欢这个古镇 于是他辞职 和家人一起搬到了这里 他租了两个老房子 开了两个旅店 和一家餐厅 虽然是美国人开的餐厅 但是他请了本地的厨师 做本地特色的菜 每道菜味道都很好 我们很喜欢 我们不仅喜欢食物的味道 也很喜欢坐在古老的院子里 度过一个轻松的下午 打开了就得到 货帧 都还ATOR 自己 都